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沙横 前陣子4月3号的大地震大家都还好吗 原本我4月4号的时候已经买好车票要回花莲了 结果当然就是马上取消了 因为就是很可怕很多落实 而且就是刚地震完那个花莲的状况也是很不好 所以就是马上把那个车票取消 等到端午年假的时候再看看要不要回去了 好啦 那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有关于地震的传说跟神话 地震它是一个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办法预测的天灾 那一直是到20世纪初的时候 人们才明白就是地震的产生原因就是因为板块的运动 但是在这之前人们就是一直是用穿着附灰 想象跟猜测的方式自己去解释有关于地震是怎么发生的 所以在各个地震带上的国家 几乎都有关于就是地震不同的传说跟神话故事 那这些有关于地震的传说或是神话 其实内容都算是还蛮相似的 那我主要把它分成为三类 第一类的话就是说有动物在那个地底下 然后动物移动或是翻滚的时候就会产生地震 像在日本的话就是传说就是地底下有只很大的碾鱼 然后碾鱼在翻滚的时候日本就会产生地震 那所以在日本各地就会见到一种石头叫做钥匙 就是传说用钥匙就可以镇压住那个碾鱼的头跟尾 就是把它固定这样子 那日本动画灵牙之旅也是在讲这方面的故事 就是用钥匙镇压住地震 那在古印度的话他们就认为地球是由站在大海龟身上的大象所背负的 所以大象只要一动 然后那个地球就会动 然后就会产生地震 就是一个很像是跌落汗的概念 那北美的原住民的话他们也认为说地球是由乌龟所支撑的 乌龟爬行的时候啊 然后就会产生地震 这两个传说就是算是还蛮类似的 那在台湾关于地震最常见的民俗说法就是地牛翻身了 就是传说地底下有住着一只牛 然后那只牛在睡觉 只要牛睡醒 然后洞在翻身的时候就会产生地震 那还有传说说在1906年嘉义梅仔坑发生大地震的时候 然后有人在山上裂开的缝隙里面看到里面有牛尾巴 就是还蛮神奇的 那为什么台湾会说是牛而不是其他动物呢 这就跟那时候以前台湾开墾的时期有关系 因为那时候开墾的时候用了很多牛 然后人就跟牛变成了好朋友嘛 然后每天一起辛勤地工作 再加上牛又长得比较中厚老实一点 然后台湾人就觉得说 哇这个牛就是跟我自己的感觉很像 就是一步一脚印的去工作 然后很努力很踏实 所以渐渐的牛就变成台湾人的代表性动物了 那在中国古老的传说里面 就是大地就是有一种叫做 熬鱼的动物的脚所去支撑的 那在很古早的典籍里面都有记载到这个传说故事 像是列子汤温里面就有说 这也就是有说到断鱼足 就是用鱼的脚去立这个天地四个角落 因为以前古代人认为就是整个世界是平的嘛 然后淮男子蓝明讯里面也有说 那这两个很古早的典籍都有记载到 就是女娃在补天之后断鱼足立四集的这个故事 所以就是当有地震发生的时候 人们就会认为说是熬鱼在动啊 或者是就是甚至说他眨眼一下就会产生地震 那第二种类型的话就是地底下有那个巨人或是神在支撑天地 那在纽西兰的传说中就是整个大地是有一个叫做地母的女神所支撑的 然后如果地母生气的话 他就会舞动手脚这样子 然后就会产生大地震 那古代的中美洲人他们就是认为说 就是地底下也是有四个神明 然后是把大地这样子举起来的 然后当神明手摔或者是觉得啊太重了人太多的时候 他们就会适时的就是抖动一下 或是让地倾斜一下 然后就是让上面的人这样摔下来 然后他们也趁机舒缓一下手臂 然后这就是他们认为的地震产生的原因 那这传说还蛮有趣的吧 就是这样子让人这样掉下来 画面是不是有一点幽默的感觉 那在希腊神话里面可以造成地震的神 就有海神波赛顿还有晴天神阿特拉斯 那海神波赛顿他的形象就是会乘着黄金战车嘛 然后手里拿着那个三叉戟 就有点像是水行侠的那个形象 应该是说水行侠就是以他的样子去创作的 那传说中这个波赛顿他的威力就很强大 他只要轻轻一挥这个三叉戟的话 就会引发滔天巨浪 然后他生气的时候会从海底就是召唤出海怪 他可以引发就是绝大多数的自然灾害 然后当他生气发怒的时候 他就会用那个三叉戟插到地上 然后就会引发大地震 那阿特拉斯呢 阿特拉斯他就是泰坦神族的 然后他就是战败之后就被咒死 就是罚到世界的最西边去支撑天地 那第三种的话就是触怒神灵而引发大地震 就像是有哪一任暴君呢 或是有哪个民族特别的残暴 然后天神或上帝就会降伐 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引发大地震 去惩罚这个人民 那另外像是碑南族也有这样子类似的神话 就像是他们那时候常常跟阿美族战争 所以他们就有在神话故事里面说 天神用地震的方法去惩罚阿美族人 那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可爱的说法 就是西伯利亚的传说 在故事里面就是地球 他是被天神图里放在他的雪橇上面的 然后这整个雪橇是由哈士奇所托行的嘛 然后哈士奇他如果搔痒啊 或是觉得有跳蚤要抓跳蚤的时候 就会抖动身体 然后就会连带影响到雪橇 就会产生地震 其实在古时候 人们遇到无法控制的这种自然灾害的时候 都会用他们已知的残酷的情节 去解释这个灾害发生的原因 像是大洪水的话 就有可能是上帝跟水神发生了战争 那大火灾的话就是上帝跟火神发生战争 那这类上帝跟各个不同的神发生战争的故事原型 都有可能是因为当时发生的就是严重的自然灾害 那其实在这些神话故事的背后 都含有修复跟重建的坚强意志力 还有突破困境的勇气 像是在中国的神话故事里面的 女娲补天啊 大雨治水啊 或是杀恶龙之类的这种故事 最终的目的都是要修复整个大地 然后让人们重新站起来 所以在讲述这些神话故事的同时 从前的人也一直在传达着告诉我们说 人定胜天的重要性 好啦那今天的故事就到这边 我希望大家还喜欢 下次再见 拜拜